大家好朋友们 现在是13点32分啊 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听说这家店的面包不用水 所以我今天去买一个尝一尝 你好 你们这里什么面包比较好吃啊 你推荐一下什么面包比较好吃啊 我知道你给我推荐一下 比如说你们这里最好吃的面包是什么 日本語話せますか 我会说日语可是我现在不想说 这个怎么样 这个好吃吗 这个 ハリートースト 好吃吗 你喜欢吃吗 要不我现在给你买一个 what 这个看起来 你喜欢吃吗 188元 还挺便宜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个人啊 有点意思哈 这个本来会说日语 他还就不说 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说日语可是我现在不想说 听说这家店的面包不用水 所以我今天去买一个尝一尝 这个人不就在日本吗 他会说日语为什么不说呢 是吧 你像我们在西班牙 我们可不跟人较劲 我们能说点简单的西班牙语 都跟人沟通啊 是吧 有的时候 要一个海鲜饭 要一个啤酒 或者来杯水 来杯咖啡 咖啡 这多简单啊 这又上升到民族情绪 骗点击量吗 是吧 炒作这个有什么意思 对吧 大概一百多年前 清朝末年 有几个清朝的大臣 这个公务员吧 按今天说官员 出使美国 那会儿没有飞机 坐船去 在日本的某一个港口 忘了是哪个港口了 好像北九州还是哪 反正是日本 然后停靠的时候 发现日本人买东西啊 或者办理什么事啊 都会自觉的排队 当时的大臣好像就很感慨 好像还要提醒清朝的 当时有太后有皇帝 说日本了不得 一定不要小瞧日本 好像专门写了一个奏章奏折 是吧 人家日本的文明程度 当然比中国人高多了 不过呢 也有一个北京人啊 他去日本去了快二十年了 十七八年了 也入了日本国籍了 可是现在天天吹中国好啊 天天这个给这中国的领导人舔局啊 因为他娶了一个中国人 是河南省军区大院的一个女的啊 然后受他影响 关键是他没钱 他穷 然后那女的在大陆还有房产 所以他就一再的就是受那女的影响 那女的也在日本 嫁给他之后也在日本啊 这个中国人结了五次婚 然后第四次婚姻是一个日本人吧 差点把那日本女的给掐死啊 这个人很恶劣的啊 然后他说日本人也没那么文明 说日本人经常告密 互相之间 说这个日本的这个这个同事之间互相告密啊 他说的 不过这个人呢 开大货车 开大货车呢 呃 他不系安全带 他说他高 他说他高 别人看不见他 所以他就不记 我听了这个之后 我觉得这个人很差劲 因为我们系安全带 我们遵守规则 不是为了别人 是吧 不过他说日本人在乡下的某些地方 道路上也能看见一些垃圾什么的 这我相信可能有 但是总体来说 日本人的文明程度 还远远超过中国人 是吧 远远超过 这个没办法啊 今天如果日本跟中国再开战 这个除非中国丢原子弹 否则还得让人打一个稀巴烂 是吧 何者押韵吧 哎 今天如果再开战 是吧 除非你用原子弹 不然的话 还得让人打一个稀巴烂 是吧 说的没错吧 就是盲目自信啊 自己都活的不像人样 还老挑别的毛病 是吧 你到哪儿到哪个山唱哪个山的歌 入乡随俗 对吧 你到哪儿你不说人家的语言 人家在那个国家 不是专门接待外国客人的 人家没有必要会外语啊 不过当然了 在巴塞罗那像我们这儿 那个在那个那个奢侈品大街 上面卖东西的啊 那个很多是老外啊 而且还都挑的年轻漂亮的姑娘啊 女性卖东西啊 很多会说中文 因为那个奢侈品商店里边去买包的 买这些高档的这些所谓奢侈品的啊 90%都是中国人 有的时候商店里都没有其他国家的人 那奢侈品啊 其实跟要饭的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一点意义都没有 好